曾是修水龙头的水电工人 加入黑道后成为社团大佬的得力助手 到后来在社团里数一不二 他曾到警队为社团当过卧底 算起来还是14K双花红棍陈慧敏的师弟 他在社团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社团内的作馆大部分都出自他的门下 江湖人称他为社团内的造王者 他就是黎国华 和胜和社团的超级大王 1935年 黎国华生于香港较为穷困潦倒的深水部 那里的街头到处都是脏乱不堪 铁皮木屋是这儿的标配 黎国华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黎国华家境贫寒 学了几年书 认识几个大字就辍学出来打人工了 15岁那年 他跟随师傅学习手艺 成为一位修水店的好手 由于黎国华在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社会 经常和人接触 大部分都是社会基层人士 同时也结识不少龙蛇混杂之人 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加入和胜和社团 成为了和胜和大佬真国龙的徒弟 真国龙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二战过后和胜和的第一任做官 江湖人称他为第一老顶 黑道战神 黎国华虽然身手平平 但他的脑筋十分灵活 将真国龙手头的事情打理得紧紧有条 为他挣了不少钱 并且他为人和善 谦虚 机智 得到真国龙的青睐 1956年 红发山14K引起一场混乱 各大社团趁机打架结社 几乎让半个港岛陷入瘫痪的状态之中 随后官府重拳出击 开始对黑恶势力展开行动 在这个时候官府人才紧缺 急需人手四处招兵 而黑道势力也很聪明 他们派出大量马仔去应聘 潜伏在白道里当卧底 1962年 27岁的黎国华应办事干练 被大哥真国龙派往警队潜伏 陈慧敏比黎国华还小十来岁 他也在警校里接受培训 由于陈慧敏比黎国华还早到警校 因此年长十来岁的黎国华 经常称呼陈慧敏为师兄 俩人相互照应 到了后来俩人都脱离了警队 黎国华对陈慧敏还常用这个称呼 要说在江湖上的影响力 黎国华并不比陈慧敏差 从这一句师兄就不难看出 黎国华为人低调 黎国华和陈慧敏从警校出来后 便成为了牢房的狱卒 那时候道上的黑话称狱卒为柳妓 黎国华在里面经常装傻充愣 经常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模样 因此那时候常被取消为傻兵 不过装傻正是黎国华在警队里的策略 那时候身为黑道成员 身份很敏感 装傻充愣可以很好的伪装 以防被人发现 60年代初 黎国华的大哥真国龙 成为二战之后 和盛和社团的第一任作馆 社团重新凝聚百叶带新 真国龙开始为社团谋划出路 这时候黎国华献祭 他提议让真国龙开设麻将馆 那年头黑道社团的主要产业 都离不开黄 赌赌等步伐够大 但黎国华却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他认为要做就得做正规的 彼时的麻将馆 蜂蜜香港 是很多人茶余饭后的好去处 并且他还可以拥有正规牌照 是正当生命 真国龙采用黎国华的建议 开始缔造属于社团的麻将王国 在巅峰期 真国龙坐拥17家麻将馆 日进斗金 腰缠万贯 而受到气重的黎国华 便是这些麻将馆的负责人 黎国华白天装赏充愣 到警队里工作 晚上回到社团 变成精明无比的负责人 在白道与黑道之间 角色切换得很顺畅 但一个人打两份工 休息时间往往会比较不足 也正因如此 黎国华经常在上班时 一边搭公交车 一边穿鞋子 踩着时间点 踩到警队里打卡 也经常迟到 被上级训斥和罚款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黎国华都会打哈哈一笑而过 毕竟他的主要工作 还是在黑道里 那时候一碗混沌面 也就一毛钱 而黎国华在警队里 每个月的薪税 能拿到200多 其实算起来 薪税比起常人来说 已经不低 当然他为社团卖命 在社团里的工资 肯定是更高 在他当卧底的这段时间里 为社团拿到很多重要消息 因此他在社团里的地位 也跟着雨月俱增 很快 14K社团的实力暴涨 对和胜和社团的发展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黎国华决定辞去警队里的工作 回到社团专心做事 不少人都是因为有黑道背景 而被警队清理出来 而黎国华则是自己请辞的 并没有被识破 可见他的情商和演技都很高超 就像无见道理 刘德华饰演的角色一样 回到社团后 黎国华直接从四九仔 升级为白纸杉 相当于从一个初级马仔 成为社团的决策层大了 身份地位有了 自然是要为社团争取更大的利益 黎国华带着人对抗14K 以及其他社团的进攻 早年黎国华的大哥 真国龙是游击队员 在与人火并时 最擅长以游击的方式来打压对方 将对方打得筋疲力尽 用最小的代价 获取最大的利益 而黎国华身的真国龙的真传 套着一手游击战术 与其他强大的社团周旋 另一方面 他还在找时机 为社团拓展势力范围 60年代末 黎国华自己也在油麻地 开启了麻将馆 随后又把麻将馆的业务 拓展到元朗 九龙 星界 港宝 这里头很多地盘 虽然不是和胜和社团的地方 但黎国华 却能与其他社团 谈笑风生 一起发财 除了这些 黎国华还经营一家 名为金星酒楼的餐馆 只要是他的马仔 就能到酒楼里 任吃任喝 马仔们都对他很服气 为他办起事来 简直可以用出生入死来形容 黎国华壮大自己的同时 也为社团赚得不少钱 敛财本领极强 并且他在分配利益 产业管理 人才管理这些方面上 都非常出色 当然 一个人就算在完美 也会有一些人不喜欢他 七十年代 黎国华看中了女人街 这条女人街非常繁华 对于社团来说 那是充满了商机 黎国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接手女人街的地盘后 真国龙见他 已经能独当一面 便渐渐放开手头的权力 黎国华成了社团里的高层骨干 不过 黎国华拿下女人街 却是触动了联姻社大佬 歪嘴能的利益 双方结下了仇怨 歪嘴能的势力 一直都在左墩 他扬言道 凡是和圣和社团的人 来到他的地盘 就让他们红刀子进白刀子出 正巧歪嘴能刚说完 黎国华就和一个师兄弟 路过左墩 歪嘴能说到做到 立刻派出座下大将 前往追斩黎国华 那人手持四十米大砍刀 从空中劈下 黎国华吓得往前直窜 逃出了四十一米 虽然命是保住了 却仍被刀器所伤 脸上留下了一条 十来公分的血痕 那条从并边到嘴角的伤痕 直到如今都隐约可以看见 歪嘴能斩了黎国华 退休的老大真国龙 那是怒不可遇 他愤怒的是 歪嘴能这一刀 不仅破了黎国华的下 还使得和圣和社团蒙羞 他立马召集和圣和 各大堂口的画室员 召开紧急会议 准备铲除歪嘴能 一个多月后 由真国龙与黎国华 师徒俩带队 率领五六百名马仔 来到左墩的关永街 将歪嘴能的大本营 团团围住 看着和圣和 重置成城的气势 歪嘴能吓得不敢出门 在屋里头打电话 求助联姻社里的帝逊 但联姻社 怎么能打得过和圣和 歪嘴能只能说成了气子 当年的上海贪 黄金融抱揍军阀的儿子 卢小佳之后 被卢小佳带着大队人马抓住 最终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才得以显向还生 歪嘴能也不例外 他当众跪在黎国华的面前 磕头认错 那时候黎国华的脑袋上 还把着绷带 画面看着有点搞笑 作为一名猛人 在众人面前磕头道歉 以后手底下人 还怎么能对他服气 这其实是断送了 自己的江湖路 除此之外 歪嘴能退出左墩 还双手奉上十万块汤药费 眼看着自己的社团 挽回了颜面 不仅得了人家的地盘 还拿到赔偿 师徒二人只好手下留情 将歪嘴能给放了 经此一役 黎国华名声大噪 左墩一代的娱乐场所 和堵当 都是他的囊中之物 成为了左墩的黑道霸主 到了七十年代末 真国龙归以山林 他将江湖的一切 都留给了这些年轻人 黎国华与真国龙的年纪 其实很相近 因此他也没有竞争的心思 不过 他虽然从来都没有成为作馆 但权力却比社团作馆还大 毕竟和圣和社团的历代作馆 有很大部分都是他的门生 而且 在选择社团作馆的时候 他还拥有否决的权力 看谁不顺眼 谁就当不上老大 所以在江湖中 他被称为圣和造王者 圣和摄政王 在鼎盛时 他麾下弟子数以千计 在整个社团中的影响力 是无可比拟的 比如上海仔郭永宏 就是1998年到2000年 这段时间的作馆 他在富豪的圈子里 混得风生水起 为人也很老练 电影《黑社会》 《二以和为贵》中 古天乐所扮演的吉米的形象 就是从他身上学来的 2004年至2006年间 泰全安陈安 也是黎国华的门生 2013年到2016年间 黎国华的义子肥监 在和圣和任职扎树的工作 负责社团财物 与作馆是同一个级别的 反正他的门生 在社团里都很有分量 就不一个一个指出来了 黎国华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跟周围的人关系很好 他的格言就是以和为贵 14K的慈云山13太保陈胜之 对他赞不绝口 而那些在外面 横行霸道的弟子们 到了黎国华的跟前 都是毕恭毕敬的 80年代末 黎国华年纪已大 也退休了 黎国华于2005年 因中风而入院 凭借强大的意志 他克服了疾病 从医院出来后 就成了一个爱养生的老者 每天都会锻炼身体 喝早茶 带着孙子享受天伦之乐 2015年时 黎国华80岁生日 自从退休后 他就很久没有办过生日宴会了 这次寿宴 这是一个很少见的 江湖大咖云集的场合 澳门赌船支付夜寿 著名隐星陈慧敏 14K一字堆话式人 胡须有 还有香港知名的医生 知名的律师 甚至还有阿瑟等等 各行各业的大佬 都有人到场出售 和圣和社团的大佬 更是几乎都来了 不管在江湖上多狠辣 到了这儿 就是帮着黎国华 招呼着客人 黎国华虽然在社团里的地位超然 但一直都很谦虚 2014树人大学的学生 想要对他进行采访 没想到黎国华竟然答应 在接受访问的过程中 他所说的那些江湖往事 也成为了很多人 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他的形象 还被网友戏称为 小丸子爷爷